南海的问题争端不断 这指的是大陆与菲律宾 那么现在最新锁定的就是这个海域了 说菲律宾指控大陆企图在 仙兵礁 填海造路 要盖一座人工岛 菲律宾方面呢 更是派船前往争议的区域 监控大陆方面的行动 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特派记者 陈允文 好 确实来看到 这是现在菲律宾跟中国大陆 在南海的问题又扩大了 不仅是在这个仁爱暗沙 以及黄岩岛的这个争议的海域 现在是扩及到了另外一个 就是在环礁的部分 这个地方叫做仙兵礁 距离菲律宾的巴拉旺省 大约只有200公里的距离 我们来看到 这是根据了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 他们在这个仙兵礁附近的海域 发现到了成堆的死亡珊瑚 跟碎片 同时还发现了数十艘的中国船只 这包含了是研究用船 以及海军的船只 并且看到了是在这个仙兵礁 有出现小规模的填海景象 因此现在菲律宾就指控 中国大陆是无视目前南海争议升温的情形 还疑似企图在仙兵礁填海造陆建造人工岛 因此非国的警方已经派船只到这个争议的区域 来监控中方的行动 并且现在菲律宾是打算要常驻船只在这个区域 来严密监中方的一举一动 不过来看到现在路透就认为说 这样子的情形会让这个菲律宾跟中国的 这个南海的紧张的主权争议的问题 会进一步的扩大升级 不过来看到是这个相关的单位 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馆 以及中国的外交部对此都没有相关的回应 另外再看到是日前举行的 中国东协的高层官员的磋商 那中方就是因为先前 美军在菲律宾有部署了中程的飞弹系统 这是可以打到中国的东南沿海 对中国造成不小的威胁 因此这个中方的外交部的副部长 就借此这个场合来批评美国 是破坏了区域的稳定 所以可见的是现在菲律宾比较亲美之下 其实南海的这个问题 持续是中美的角力长 再请教运文就是大陆湖北省 有多位的村民被大量冒用身份 甚至注册公司 据说人数已经超过100人 最离谱的个案就是去世将近10年的村民 怎么成了公司的大老板 再把时间交给你 好确实来看到 这是一个还蛮离谱的事件 这发生在是湖北的孝岗市 有上百名的村民在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 竟然是被偷偷注册了这个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而且这当中还不乏是已经去世长达10年的村民 也被注册了非常的离谱 因此事件曝光之后就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那为什么会被发现呢 我们居然看到那是源自有一名村民 他的家人动了手术之后 他要申请重大医疗补助 但是就因为这样被告知了 他们家里有营业执照 因此不符合申请的条件 那随后呢才发现到说原来同村的村民 有上百人都被登记成了个体工商户 甚至呢有一户他前前后后一共被注册了五个营业执照 那我们居然看到是现在村民就怀疑了 他们的个资呢可能被骗取之外 而且呢还被拿去贷款 或是作为官员虚报政绩等非法的用途 而且呢这些这个登记的执照呢都非常的简陋 也就是呢完全没有相关的企业名称 甚至没有这个登记的注册金额 而且呢登记的经营范围大多都被填写成是有查种植 看起来就非常的不合理 那这些的状况呢最早是源自2011年 直到去年都还有发生 那我们就来看到是追查之下呢 确实是由这个负责工商的官员所为 因为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 孝感市有推出一项叫做 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相关的措施 那呢他们当时的这个总量就达到了全省的第八名 比2021年呢成长了将近有三成之多 所以呢这些的当时的官员呢都被证实 那当时的这个政绩呢都是虚假的 所以当年因此升官的官员现在会被追查他们相关的责任 会来就责之外也会帮助这些被虚假 被错误登记成工商营业执照的这个村民 来注销这些违法的登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